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到非常坦白患者 刚才的C差点上头 非常的危险 这个马拉特太强了 但是呢 我们觉得另一方选手啊 他抗击的能力确实让我们是非常的感慨 完成了不可能的这种抵抗 这种赛速的连续进攻 这种比赛的结果 已经受伤了 看来是猛攻之下必有所得 这个马拉特的进攻太凌厉了 这个马拉特的进攻太凌厉了 就完全不间歇的 这个连续进攻 确实是防不胜防 对 这样防不胜防 这样变成红帮只能消极防走 这样裁判终止也是比较合理的 保护运动员 这也是我们昆仑爵的一个特色所在 就是有非常规范的比赛的规则的执行 和裁判的尺度的把握 那红防确实只能陷入到 完全这种消极防守中 当能够扛住被击倒 这个红防也相当的顽强了 所以我说呢 两个他没关职啊 一个是这种击打的力度 一个是呢 就顽强抵抗的这种意志品质 好 总之比赛了 好 总之比赛了 心有不甘 对 方角 我跟你讲 我看了这场比赛 我现在脑子里只有三个字 我的天啊 这个比赛真的像过山车一样 我的心呢 忽悠一下 对 我觉得我的心情真的是此起彼伏 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我在现场此时此刻的心情 那本场比赛经过裁判的裁定 红防选手因为伤势影响到了他的视线 比赛结果 蓝方胜 爱的选择 蓝方胜 爱的选择 蓝方胜 爱的选择 在连续受到这么多的击打之后 他还是依然屹立不倒 我觉得这个掌声 此时此刻也要送给费尔南多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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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吗